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的舞你就跳吧 一跳一个不滋生 全网无人能一镜到底 王一博口中的很久不跳不太会 似乎和普通人都不一样 大家口中的不会 那是真不会 王一博口中的不会 只是没有达到他心中最完美的预期 距离这就是街舞第六季总决赛结束 已经过去相当一段长的日子了 一些对街舞没什么热情的 观众们似乎都已经淡忘了这个节目 但总有一些热爱街舞的舞者选择 继续深巴节目舞者们的舞蹈进行复刻 其中复刻舞蹈最多的自然是王一博的街舞了 然而 王一博的舞蹈究竟是有多难跳呀 这都过去这么久了 粉丝们至今没有能在互联网上 看到任何一个舞者跳完完整的翻跳 你就说这有多难 多耗体力吧 粉丝留言这个舞是有多难 目前刷到的都是小段小段 Dancer回答完整版跳完会把人送走 粉丝留言老师 挑战一镜到底跳完整的 Dancer回答我们有愁是不是 粉丝留言Rock这几下缓了好半天吧 Dancer回答反胃了 是真的 从这些舞者们的回答也不难看出 王一博这的舞蹈究竟有多么难练 甚至在这群舞者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全部复刻下来 要知道在王一博跳完这段舞蹈之后 有这么一群黑子是如此黑王一博的王一博跳的也没比半舞好多少 半舞这个词在其他艺人那里绝对是用来衬托艺人的 做不过就是舞蹈机构的一些Dancer来配合艺人进行表演的 可在总决赛的现场 王一博的这群半舞可全都是街舞的世界冠军 在与如此级别的人物一起跳舞时 王一博还能从不喜欢他的人口中得到王一博跳的也没比半舞好多少 那绝对是天大的夸奖了 毕竟就连他的黑粉也认可他的舞蹈实力 仅仅比世界冠军差一点点 而再看看王一博跳这个舞蹈的前提 仅仅是排练了一天 是王一博很久没有跳舞了 之后只花了一天就出来的成果 这只能说明王一博的实力比所有人想象中的还要牛得多 也许在外行人眼中 王一博的这个舞蹈好像不难 但在真正的舞者眼里 那是真的很难 光第一个rock的动作就不是所有人能够做得好看且轻松的 而且根据舞者们的回复也可以看出 这个舞真的超级超级累 也难怪王一博跳完之后也气喘吁吁的 可最后的结果是无比成功 王一博似乎真的可以在任何一个他想要成功的领域获得成功 他可以纵横摩托车赛道 可以与街舞世界冠军同台演出 可以蜕变成为真正的演员王一博 只要在他感兴趣的领域 他真的可以做得很牛 如果不是总决赛结束之后这么久 全网都没有任何一个舞者能够完整复刻王一博的舞蹈 恐怕大家还真以为王一博的气喘吁吁是因为太久不跳舞了呢 果然 真正有实力的人就是与别人不一样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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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